一部戲劇要好看 除了男主帥、女主美 其實旁邊陪襯的角色也很重要 有時候甚至這些二角的演出 比主角更精彩 而在日劇中常常有一些大叔 只要他們一出現 你就知道這是一部好看的日劇 今天就來介紹四位老戲谷 沒有他們許多日劇都要失色不少啊 香川兆之 看過香川演技的不得不承認 他真的是渾身是戲 他可以在半摺植樹裡面 扮演刻薄刁磚的上司 在恐怖靈人裡面 則是一個變態殺人魔 在倒鑰匙的方法裡面 又變成一個一絲不苟的失憶殺手 香川兆之的父母都是演員 而母親是前寶寵歌劇團 學祖女主角 或許也因此繼承了演員的血輪 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的川哥可是東京大學 文學部社會心理學系 畢業的高材生 父母的潛移默化加上心理學的專業 似乎更能將每個角色的心理層面 在劇中表現出來 相對於演戲 其實香川最喜歡的是戶外活動 少年時三天兩頭就往外跑 是一個捉昆蟲好手 最擅長抓大蜻蜓和螳螂 香川兆之曾說 如果我沒有當藝人 我會是個昆蟲學家 噗ちは limpundc 說出這個名字 或許有人會問 啊 是誰 但只要看他的照片就會說 喔 原來是他 沒錯 暗部一德 他出演過不少名片 比如首都 凟師 胸抱的男人、做頭飾 亡國之神盾劍等等 1990年他憑藉死之急 獲得了日本學院獎最佳男主角獎 而之後的戲劇多以配角為主 唯鞋幽默、插歌打灰、拘謹嚴肅 都難不倒他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 是他在香棒中所扮演山下幼精的長官 還有派遣女意中的神元晶 另外他在天國餐廳裡面 則是一位退休後求學上進的餐廳服務員 而你意想不到的是 暗部其實是一位知名的音樂人 他曾經是日本知名樂團The Tigers的隊長兼Bass手 而樂團可是第一個 獨立在日本舞蹈館舉行演唱會的音樂團體 樂隊解散後 暗部一德還是持續音樂活動 深賴聖酒 說到他大家一定會想到Legal High吧 他在裡面飾演與菇美們 有不共在天之仇的三目長一郎 陰暗、古怪又搞笑的個性 為該劇增添了不少看點 在《輪到你了》 他則飾演個性一絲不苟 什麼事情都要往死裡鑽的銀行退休員 而深賴聖酒從年輕時 似乎就確立了他這種角色的定位 如在《圈套》中 他也是飾演一個無厘頭的刑警 額…另外一個話題呀 話說那個時候中間有機會真的好美 如果有機會我會再介紹一下他敬請期待 小日向文氏 傳說中的萬年配角 總是小兮兮的 別看他這樣 其實他也曾經窮到 連飯都吃不上一頓 那時39歲的他 與小他11歲的太太結婚 並生了兩個小孩 在劇團待了19年的他 一直沒有接到重要的演員工作 怎麼會這樣呢? 我想跟他年輕時沒有很帥有關係吧 劇團解散後 他就在各個戲劇跑龍套 沒想到跑著跑著 龍套也跑出一片天 終於在47歲時 在木村拓哉的Hero中 扮演事務官 把熱愛社交舞的大叔角色 演得活靈活現 從20歲到47歲 快30個年頭 終於嘗到爆紅滋味 之後又與木村拓哉在假面飯店合演 然後最近也在木村主演的校場 擔任警校校長 比如這部戲 小日向文士 並沒有太多的戲份 但奇怪的是 好像日劇裡只要他一出現 大家就會呼一口氣 心裡踏實不少 這真的就是這些配角神奇的地方啊 當然在日劇裡面還有許多老面孔 如前陣子才過世的大三連 或是院長西田銘行 大叔之戀的吉田剛太郎 小老頭替野高屎等等 在一部戲劇中 他們就好像鹽巴一樣 沒有他們的提味 戲劇就沒有那麼好看了呢